大家好,今天是全球Canon發佈R8和R50兩部機出現 我今天親手拿起手 R8拿上手第一句 第一句我記得是,哇! 因為神經病很輕 因為之前我也是用R系列 現在用R5 R8是一部全蝙蝠的很手 我們可以算是一部比較輕便的螢幕機 但它可以用回所有RF鏡頭 所以配合全部無反的狀態 大家可以用回所有鏡頭 很方便 現在看到這支是一支50mm 現在拍攝這支是35mm 很方便 因為我在香港去家或者去一些簡單的活動 很多時候都是拿一支35mm 因為它是剛好半身的人 又拍到一些背景 很棒的事情 很適合 而且最重要是很輕 現在你看到我這段錄影 其實我用了一支很小的Tripo 一支小腳架 拍攝了一部Alpha和30mm 這樣便完成了 另外現在大家都很喜歡拍Vlog 這部很仰眼白色的 這部是R50 這部是一部APS的機器 所以它有兩支鏡頭 就是18mm 45mm 還有一支是55mm 到210mm 也是很輕鬆 很細緻 適合所有拍Vlog的朋友 又想很輕鬆 一個袋就要再蓋了 這部機器很方便 而且它們的設計 一拍影片 它很快就要拍到你的地方 有反螢幕 R50的白色也有黑色 後面的白色還有一些質感 有點像紋理 不是純粹滑 所以拿上手的感覺是 形式和很方便 這兩部機對於大家想輕巧 去拍照、去旅行 或者香港拍攝的朋友 我都很推薦 這部就適合玩Vlog 這部如果大家想玩R50系列 又想輕鬆一點 又想抵鬆一點 開門 這部R50就很推薦 大家不妨快去拿起手 看看 這兩部現在只有工程機 很快便會免費 有興趣喜歡的朋友 不要收錯過的機會 這部R50系列 有輕人的問題 如果妳要收到 那些燈子 都可以拿起手 有限量 那些燈子